卢米安心中有火,不代表他头脑会失去冷静,直接做好伪装,进入国会议员办公室,找到那个随地土壇的家伙,当场将他烧死。 这其实不算是太过离谱的方案,但在缺乏足够情报的前提下,冒险很可能变成自杀。 首先,他不清楚议员办公室内有多少邪神信徒实力怎么样。 其次,他不知道第八局或者两大教会为余阁,阿图瓦提供了多少保护者拥有什么样的能力。 在此,他还没有掌握目标的拒质和基本情况,即使成功混入了国会议员办公室,也未必能找到对方。 最后,他还没想明白如何混入又顺利撤离。 当然,卢米安不否认古德威尔化工厂爆炸带来的混乱局面对自身的潜入非常有利。 他暂时的打算是做耐心的猎人,等着目标出来,悄然跟踪他,初步确认他的情况,然后再寻找下手的机会。 从对方在余阁、阿图瓦竞选团队内的地位看,他的序列层次不会太高,必然不具备神性,即使是中序列,也顶多序列七。 如果卢米安判断出错,目标达到了序列六,甚至序列五,他也不会太过畏惧。 他相信,K先生对猎杀邪神信徒肯定很感兴趣。 呼,卢米安缓慢吐了口气,继续眺望起灯火通明的土黄色四层建筑,为后续的行动搜集有用的情报。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年近五十的拾荒者背着亚马口袋过来,翻着起位于房屋侧面的垃圾堆。 这让卢米安忽然有些感叹,心中的火燃烧得更猛烈了。 在特利尔,人们不是想拾荒就能拾荒的,每一个拾荒者都有雇主,他们被分成全职和林石两类,有固定的拾荒区域,不能越界,否则会爆发各种冲突,遭遇围殴等情况。 所以,卢尔和米歇尔夫妇才祈祷余阁。 阿图瓦每天举行一次晚宴,而不是自己去每天都有晚宴的街道等候,那些地方不属于他们,被别的拾荒者占据着。 全职和林石的区别在于,全职的拾荒者从雇主那里领取月薪,拾荒的垃圾都归属于雇主。 当然,真捡到了值钱的物品,或者顺手就能消耗掉的东西。 拾荒者们往往会是情况,决定上交还是留给自己,临时的就是卢尔和米歇尔夫妇这类,他们没有固定薪水,在清晨和晚上翻找垃圾,将所获取到的事物全部送去指定的垃圾处理厂。 而那往往是他们雇主开的。 正是因为这样,街边的流浪汉们顶多在垃圾堆里翻找吃的和穿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没法通过拾荒换取到金钱。 书面孔门的位置,市场区的国会议员余格。 阿图瓦在顶楼边缘,阳台最大的那个房间内。 红发的女士和她位于同一层,就在她的隔壁。 竞选团队内,戴着金边眼镜,总是手拿文稿的那个三十多岁男子,在二楼的另外一侧,和那个不健康的年轻人,分别位于走廊的两头。 他似乎很喜欢偷懒。 每隔半个小时,就会到阳台抽会烟,看一下风景,对古德威尔化工厂爆炸的善后事宜,呈现出不够关心,缺乏热情的姿态。 身材高大健硕魁梧的中年男子,在三楼中间那个办公室。 秀气斯文,戴着眼镜,身穿白色衬衫和身蓝小外套的年轻女性在四楼,位于余格。 阿图瓦正下方,他们和戴金边眼镜的男子在同一侧,与不健康的年轻人相隔较远,似乎不太喜欢临近他。 边的几个房间似乎属于集体办公室,每间都有好几名雇员。 这意味着,他们有一定地位或者具备非凡能力的概率,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别的邪神信徒也不喜欢总是咳嗽,爱好土坛的那个家伙,挑选办公室的时候, 和他隔得很远。 他们还相信,一员办公室受到严密保护,那位又有非凡能力,不太可能遭受袭击。 也是,真要袭击一员办公室,目标肯定选择余格。 阿图瓦,而不是他手下的某个人,只有这样,才值得冒险。 卢米安认真琢磨了一阵,忽然觉得这也许是一个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他该怎么混入一员办公室,且不受到关注。 在没有弗兰卡配合的情况下,他金钟带黑的发色是非常鲜明的特征。 思索了一阵,卢米安有了计划。 他离开一员办公室对面,返回了白外套街那处安全屋。 紧接着,他布置祭坛,向那位伟大存在祈求,请他给予自身庇护。 他相信,既然天使的拥抱能帮助自己躲过神灵的审视, 那他肯定也能带来足够的反占卜效果。 和之前一样,他又一次被天使的光辉灿烂, 神圣威严所震撼,干一种难以言喻的情绪里 看见层层叠叠的光之羽翼包裹住了自身。 完成这件事情后,卢米安将手按到了头顶。 他金钟带黑的头发顿时如枯草被点燃, 带着火光一层层掉落。 很快,卢米安的脑袋上只剩下些许发根。 他重新戴上了深蓝色的鸭舌帽, 利用窥密眼镜将面容做了一定的伪装, 然后离开白外套街, 转入靠近老实人市场的那部分市场大道, 找了家不算太廉价的成衣店。 一男一女两名店员看到穿着打扮都行似流浪汉的人进来, 都有点诧异,不知道要不要阻止。 卢米安略显慌张地解释道, 我遇到一个变态劫匪, 抢走了我的衣服和裤子, 我只能找附近的流浪汉买了一套。 听见这个解释, 女性店员差点笑出声音, 类似的事情她们见得不少, 知道找这种借口的人往往都是在和某位夫人偷情时, 遇到她丈夫回来, 不得不光着身子拿着钱包逃跑, 之后找流浪汉临时凑了点衣服。 如果有人理直气壮地说自己当前的状况是偷情导致, 那她大概率是真正遇上了变态劫匪。 卢米安最终买了一套看起来还不错, 实际较为普通的正装, 这包括衬衫、 外套、 领结等和深色手杖, 另外, 她还挑了一顶棕色的假发和铜色的假胡须, 这总计花费了她78费尔金。 隐藏行迹, 回到白外套接纳处安全屋后, 卢米安先行卸掉了之前的伪装, 然后重新戴上窥密眼镜, 依循记忆中的模样给自己化起妆。 她的目标是往衰老的方向靠, 没多久, 镜中的她越来越像一个中老年男人, 嘴边和下巴是沾上去的棕色假胡须, 卢米安变成了伯诺。 古德维尔, 古德维尔化工厂的老板, 虽然只有四五分项, 但认识伯诺, 古德维尔的人只要不仔细回想和分辨, 看到他都会不自觉地将踏实做对方。 卢米安要以这个身份汇入国会议员办公室。 在正式开始行动前, 他去了一趟地底, 将原本的流浪汉衣物藏在了一处彩石场空洞内。 除了地下特利尔, 卢米安拿着手杖, 行色匆匆地走至国会议员办公室 那栋土黄色的四层建筑。 您所修取的优惠物存在使用号, 请务必点击活动规则, 一达略做观察, 确认各个房间内透出的影像都没有太大变化后, 他低下脑袋, 伴舞着脸孔靠近了房屋的大门。 你找哪位? 穿着深蓝制服的持枪门卫拦住了他。 卢米安抬起脑袋, 放下手掌, 急声说道, 我找一员。 门卫之一借助街边的煤气路灯光芒, 看清楚了来访者的脸孔, 下意识说道, 古德维尔先生, 你怎么又来了? 他旋即闭上了嘴巴, 明白, 这位工厂遭遇爆炸的先生, 今晚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 有太多的烦恼寻求帮助。 两名门卫都不在询问, 让开道路, 任由卢米安进去。 一楼的大厅内人来人往, 哪怕夜色已深, 依旧相当热闹, 这有记者, 有官员, 有慈善组织的代表, 有医院来通报情况的文职者, 有负责接待他们的不同工作人员。 卢米安保持着那种不愿意被人看见的状态, 低着脑袋, 半舞着脸孔, 直接走向楼梯口, 用同样的办法通过了两名持枪守卫的拦截, 上到了二楼。 他分辨了下方向, 越过从房间里出来的两名工作人员, 来到了那个不健康年轻人的办公室前。 卢米安保持着那种不愿意被人看见的状态, 低着脑袋, 半舞着脸孔, 直接走向楼梯口, 用同样的办法通过了两名持枪守卫的拦截, 上到了二楼。 他分辨了下方向, 越过从房间里出来的两名工作人员, 来到了那个不健康年轻人的办公室前。 珠红色的门上镶嵌着一块铝白色的名牌, 上面书写着几个金色的因地私语单词, 助理秘书提伯特。 亚克。 提伯特, 卢米安露出了笑容, 戴上手套, 轻敲起房门。